今天A股大盘表现很强 开盘后快速拉升 之后全天都是红盘运行 而且盘中跳水幅度很小 至收盘时也收于全天最高点 最终上涨0.84% 收于3597.04点 逼近3600点整数关口 涨停个股135家 白股涨停的盛况再次出现 而跌停股一家也没有 几千只股票没有一只跌停 这也是近期跌停数最少的一天了 说明当前个股并没有恐慌性抛压 第一 周期性板块全面走强 一方面是由于大宗商品价格 今年以来再高于运行 给行业内的公司带来业绩增长的预期 不过今天全中股又重回了震荡走势 上阵50和护升300指数表现都比较弱 市场风格并没有出现切换 今天还是中小盘股在涨 还是新能源在涨 中阵500指数上涨1.58% 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 光伏板块涨幅6.92% 风电板块涨幅6.06% 均实现了反暴 但是需要注意 股票太疯狂的时候 一般就是加速赶顶的时候 对近期大涨品种需保持谨慎